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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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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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我们有的客户 因为工作或者家庭 个人原因 要在中国待几年 或者曾经拿J签证要在中国待两年 因为他不能豁免 因为各种原因 要完成J签证的服务期要求 或者他暂时在美国没有理想的工作 或者原来的project完成了 结束了 像这样 如果离开美国以后 都可以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办理后续手续 你的I140批准仍然有效 可以让你在此后拿到美国绿卡 以上是职业移民I140批准后的情况 如果是亲属移民 对于亲属移民I130的申请 如果是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可以不用排期 如果是有排期的那些亲属移民种类 在I140批准以后 和我刚才上面谈到的 I140批准后的情话比较类似 如果要继续在美国 还需要有其他的签证身份 同时等待排期 但是即使离开美国了 而这本来就没有来美国 批准仍然有效 过后可以办理移民签证 好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I140申请批准以后要做些什么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